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田夫献报 从前 宋国有个农夫 生活非常困难 经常穿着破衣烂衫 勉强能熬过冬季 等到春天耕作时节到来 就靠晒太阳取暖 从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高楼大厦和温室暖房 更是从来不知道世上还有思绪皮衣 他觉得晒太阳取暖就是非常好的了 一天 他就对妻子说自己想到了一个 使他们脱贫之父的好主意 妻子问他是什么好办法 他说 晒太阳取暖是个好办法 人们都不知道 我们把它献给国王 他一定会重伤我们 我们就可以发大财了 他妻子哭笑不得的说 你想把晒太阳的方法尽献给国王 也不觉得荒唐吗 世界上有比晒太阳好得多的东西呢 你真是没见过世面 这个农夫惊讶的目瞪口呆 生活需要我们多些知识 多点见识 如果孤陋寡闻 往往会闹出许多笑话来